大家好,我是刘小畅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如何让你的Vlog看起来更有电影的质感 说到电影的质感呢 我们不得不提到几个大神的名字 其中就有Matt Cuomo 首先呢,他的Vlog看起来很有像电影或者是MV的那种感觉 其次呢,他的色调非常的突出 就是黑金黑橘的那种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高贵奢华 然后呢,再加上他的配乐一般都是用电子音乐 然后一些音效,还有一些转场 他转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也很多技巧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其中最最最简单的一个转场 就是说法 就是一种通过动态把你的视频衔接起来 然后把你的视频从这个更远的距离到一个更近的距离 然后两个片段更有动态的衔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转场是最简单易懂的转场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会再增加几期这种类似的转场视频 我会再增加几期这两个片段 Como这两个片段我提取出来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么就开始第一个教材 我们要让我们的Vlog有电影的质感 就是首先要有那种宽屏的黑幕音效 转场音效 还有你的合适的BGM 转场音效就是那个收的一声 它就是那叙那种感觉 我们看这两个片段 就是完全不同的片段拼在一起 那如何让它的转场更有感觉 就是需要把它通过缩放 变得更有视觉的冲击力 那第一个片段呢 我们需要把它做一个转场 那就是截取 以结尾最后的五到六个关键帧 把它切割出来 然后放一个系统自带的缩放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系统自带的这个转场的那里面 直接找到这个缩放拉过来放上去 但这还不是结尾 我们需要首先在缩放的开头 建个关键帧 把它拉到效果只有8 然后到结尾再把它拉满 一定要记得建关键帧不然就没有用了 然后后面这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让你的视觉效果更大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再截取一个关键帧 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先缩放它 就把后面这个视频放大 这样它就会从这个跳到另外一个 然后突然间从一个比较远一点的距离拉到近一点的距离 这样子你会看起来就特别有效果 我们缩放之后我们要调整这个视频的比例 就重点是什么 你一定要清楚 比如说重点是乐队还是重点是观众 还是重点是后面的灯光 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有乐队有观众有灯光 我觉得这样不错是中心点 然后照样截取六到七帧或者是五到六帧 看你个人的喜好 然后再建一个缩放 这个缩放呢 就是可有可无 但是就为了教学 为了分享就再建一个吧 我们照样前面的关键帧是满的 后面的关键帧是只有八 因为这样子刚才是从八到三十二 现在就从三十二到八 感觉上就会弹两下 然后会从强到弱 然后从弱到强 然后再开始 这样 就挺有效果 但是我觉得后面这个转场可有可无 太多的话有时候会太乱 那我就把它取消掉 我就不需要这个转场 我就把这个转场特效给它 删除 再把这个切割的也删除 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有效果 就 咻 直接放大 第二个视频片段呢 就是模仿刚才那个 Macomo那个手 然后到字 到字幕的那个片段 那这个片段呢 我们分成两段 首先第一段就是照样是普通的 这个 这个 缩放比例 第二个比例就给它放大一点 放大的话 因为我们离视频的净土比较近 所以放大的要更多 像刚才只有150左右 现在要170 然后到结尾 再建立一个关键帧 把这个170再回到100% 然后中间呢 还要再找到一个另外一个关键帧 这个关键帧就需要把它再放大一点 所以它才会从近到更近 然后再拉出来 所以它就会 视觉上面会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所以我们从刚才170再拉到200多 然后再回到结尾 结尾的话 你可以选5帧 6帧 7帧 都不要紧 我一般是选5到6帧 作为一个结尾的transition 关键帧 让我们看一下效果 所以电脑有点卡 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好 第三个片段呢 就是再从这个字幕 再拉回到原来这个 它开始讲自己的vlog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节选的这个片段呢 因为它已经zoom in了以后 它已经放大了以后 再把放大的地方再回来 再有视觉效果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 把这个从大再回到小 那从大回到小的话 那就一定要先把你的开头变大 就像这样把我的头变大 把我的头变大之后 照样也是需要一个缩放的转场 这样比较有效果 那也是一样 从开头32 拉满 然后 剪一个关键帧 结尾的时候 再放小 变成8 那这样子就会看起来就是 从大到小 那是一瞬间的事情 再配上音效跟那个卡点的话 就会特别的好看 你看我已经加上了字幕 加上了这个宽屏的黑屏 加上了这个音效 这音效一定要记得要对准这些东西 对准 这些音效一定要记得对准这些转场 你看这个音效的尖尖的部分 一定要对准你的那个转场的那个时间 然后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些转场和这个卡点 你的BGM一定要有一定的意义 就是说你能卡到那个点 好我们欣赏一下这个成果 其实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开头我就运用到了很多卡视频中 运用的一些转场的手法 只是说我不像他一样拥有他的色调 他的调色 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是很适合我 而且我拍的都是一些非常阳光灿烂的 非常色彩丰富的东西 我不希望让他变得很单调的黑金黑橘的感觉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同学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 还有投币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